大家好 歡迎來到春遊講玩春遊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Ivan 我是Andy 我是太空人William 我是Sammy 好 今天我們介紹的艾森其中一個Hollis榜裏面 大義作品 長居首位的作品 就是CGE廠今年的作品SETI 全名是Search for Extralrestrial Intelligence 是由Thomas Hollick所設計的 Thomas Hollick在BGG搜尋它的時候 他今年很厲害 今年有三個作品 包括這一隻 還有另一隻就是Carrie Leut 還有一隻就是Tea Garden 一個新的設計師在同一年 放三個作品出來 我們就試試這隻SETI是什麼 其實遊戲中 玩家就扮演著一個探索外星文明的機構 我們的目標就是派出探測器 去太陽系的各個星球 各個衛星 去探索外星生物的追蹤 另外我們還要用我們的探測 就是望遠鏡去探測外星傳下來的訊號 射一些電波出來的 射一些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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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就會運行超級電腦 去計算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從而去探索外星生物的元素是什麼 其實這隻遊戲最後都是跑分的 但是主要是用卡牌驅動 還有有自己的玩家庭去做 遊戲的流程都蠻簡單的 我們玩家的時候 一開始就會有這樣的手牌 在這回合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個主動作 主動作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包括你打出你的卡牌 可以發射探測器 或者探測器 去到某個星球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把探測器 降到星球的軌道上面 或者直接降到星球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做一個探測的行動 可以探索地球的軌道 這個可以看到 你的太陽系分為不同的軌道 探索那個軌道的時候 你就會把自己的訊息 放置到這個位置 這個資料就放在超級電腦上 這裡我們就會玩 類似大量的地球控制 它的軌道也比較特別 是後達的人做軌道 所以也很鼓勵玩家入面有互動 紅賣去收拾 當這個位置滿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看 第一個人就會拿到上面的優惠 通常如果是探測的話 就會找到其中 紅色的生命宗織 然後也會拿到上面的獎勵 除了有很多主要的行動之外 卡牌上面也會有一些短中期的任務可以做 也會有一些結尾分數的單 我們就要透過給予資源去打出卡牌 遊戲的資源其實都非常簡單 主要有幾種 一種就是信用 錢 主要用於打出卡牌 還有發射探測器 還有電 電的能量在遊戲也很重要 因為每一道電 就可以把探測器移動到旁邊的一格 還有可以做一些探測的動作 等等的東西 另外一些資料可以放置在車店運行 這個遊戲特別的地方 就是剛才提到 你做了一個主要動作之外 你可以做任意數量的自由動作 只要你有資源或者有能力做到 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行動的前 或者是中途 或者是後期 完成你的動作才可以 另外除此之外 我們當這個遊戲中期 我們發現這些外星生命元素 找到之後 我們才會從這個隨便的 五張裡面的外星生物 選選兩張出來 就會揭開它的真正身份 是什麼 每個外星生物 都是它自己獨立獨特的法律 可能會加一些新的卡 或者新的法律 進入遊戲裡面 令到旺旺家玩起來 都會有些特別的感覺 另外一個特別的東西 我們看到這裡做一個星網檢查 那星網檢查什麼呢 當然就是升級自己 我們不同的科技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階段 我們就可以升級不同的科技 令到我們自己做這些東西 其實更加有效率 以及這些詳細 都可以用來做買卡用 另外看到這個輪盤的裝置 就要欣賞一下太陽系的轉動 當然如果我們每次經過標誌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會向著轉動 你見到經過黃色通勢的轉動 黃色這個位置就會轉動 黃色這個位置就會轉動 這個位置還可以有中圈 做外圈 你轉一轉的時候 就發現整個太陽系的 行星的擺佈的暴陣 就完全全全地不同 遊戲就會這樣玩 玩不玩 去到最後遊戲的時候 就會計算大家這個命碼 先把這個命碼 當玩家經過這些分數的時候 就好像類似Taring foring Mask 也一樣是這個命碼系統 你便會選擇自己的分數是定分 第一個擺架通常比較高分 另外在結尾的時候便會計算這個分數 便會計算打出任務卡的結尾分 再加上遊戲中間的分數 最高分的玩家便會成為贏家 大致上的規則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在評論的時候 講講自己的感受和補充規則內容 大家玩完後有甚麼感覺 好 我先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 因為我平時都很喜歡一些Thematic遊戲 我覺得這個遊戲在Thematic方面 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做得 因為我覺得它的機制和主題位是很緊構的 第一就是太陽系會不斷地轉動 因為太陽系裡有些是像隕石的格子 有時候當你轉動的時候 你會無緣無故被隕石圍住 因為那些探聲要穿隕石的時候 可能它要相對花更多的資料才可以運成 這些位置就會很反映到 太陽系不斷地在升降地轉動 你可能自己甚麼都不動 甚麼都不做都好站在路不動 可能等到某個時刻 你突然前面有一條很光明的道路 就可以直通到海火星 去很遠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位置對我來說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很反映到真實的情況 就是那些甚麼九星連珠 在那些很難得一二的場面 當你發現到有這樣的場面的時候 你為甚麼都要用一些能力 把你的探聲衝出去 可能整場遊戲只有一次是這個位置 一至兩次飛回 你才有機會探促到比較外面的星頭 如果你不把握到這個位置 你就會忍行 你只會看著它越來越遠 你越走越遠 我要浪費多少能力才可以探促到呢 這個感覺我自己也覺得很實力的 好 我覺得這個 剛才你說到的轉的元素 當然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讓你一條條大腦 即找到羅馬 不是一條大腦 只是一條而已 但是我亦想說 反過來說 也有機會你已經計算好一條路的時候 然後就已經去到哪個遙遠的他方 即是你把握不到時機 那是你把握不到時機 因為其實探促器的移動 很多時候都要用一個自由行動的情況來呈現 即是你有電 你就可以做 那為甚麼你上輪不做呢 趁還能做到的時候 你計劃得太過淡定了 而且你是大概預計到接下來會怎樣轉 因為它通常都是黃色圓之後橙色 即是內圈中圈外圈輪著去轉 你可以大概預測到接下來會何時走 我覺得是可以計劃得到那些個位 還有也有一些很蓄意地令到它轉的方法 例如你研發科技 你見到有人可以去錄個 所以你會有一個預計 人家可能有機會 因為通常我們足夠六點 我們都會做 一做就會轉 一轉局勢又不同了 這個也是大家要留意的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技巧 基本上你都要 未必可以有些太過長遠的計劃 可能你都要看 看鬆吃飯 就是比較看你的卡 可以做些什麼 我反而比較喜歡它的鐵鏡的位置 就是真的找到外星人出來的步驟 其實它主要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就是你射電波 收一些資料回來 然後這些資料放在電腦上 首先你搶到多資料的人 你就可以優先放一個 叫做trace 然後你收夠資料 又可以用超多電腦 再放一個trace 然後第三下 就是直接親身放探測器 最後解鎖了三個面向 就可以開到外星人出來 然後我覺得開了外星人出來之後 你又有一個全新的遊戲的玩法 又在中間本來 你本來想著 這些可能都是這樣 但又多了一個新的機制 給你的遊戲去玩 譬如剛才開到一個 我們在土星和木星上 找到外星人樣本 我們就想辦法運用樣本回去拿分 然後運回來 又有一個全新的遊戲去玩 變成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很豐富 我覺得中間的位置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我會說是聰明 他會把一個遊戲的 因為他揭開這個時段 其實在遊戲的頭眼% 初中段 就怎樣都會開一個 剛剛我們是第一 因為我們玩五彎 第一彎就開第一個 他說初段就開一個 基本上遊戲中期 就會兩個都開完 這兩個都開完 你是不知道的 你可以說是計劃不到的 但在中期的時候 會有些新的 input 會令你思考上的策略上 會不會有些少許不同的改變 就像另外一個 我們之前有玩過的 就是去找化石 有一個放的追跡能力 有四個化石 就會有25分 再加上可以放進去 這是一個很強勁的拿分方法 這些都是一個新的面向 給玩家 在玩的途中 會突然有些新鮮感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設計 我自己覺得 它令到變化真的很久 因為其實那個轉盤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那個變化 一轉就變化莫測 再加上那兩款不同的外星人 其實你每次想玩的程度 都可能會因應那個情況而不同 所以你不會有一個 我覺得不會有一個最優解 而我喜歡這一點 我覺得其實外星人 這件事會有少許 令到你前期 你不會跑死一條程度 有少許迫著你 各樣都要跑 因為你不知道這兩個外星人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如果跑死一條程度 是一個很危險 很高風險的事 如果你跑了一條測試的程度 但他最後是運送的 他要派探氣出去 可能就會馬上走完 我覺得這個位置 前期會局限你 不鼓勵你跑死一條程度 我自己覺得要再試 那再試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那個 剛才有說的 他有一些技術的位置 即是體送食飯 但同一時間 譬如我剛才的經驗 就覺得 其實純體送食飯 都不太可以 因為 譬如在遊戲當中 我覺得他是一個 相當支援緊絕的遊戲 尤其是他的收入 我剛才提到 有幾個的 資金 之後的能量 基本上他只有 一兩個途徑 是可以令到你增加 那你前期怎樣計劃 某種程度上 都很決定 你後期有沒有一個延續性 譬如剛才的經驗 我前期跑得很高 後期因為前期的基礎 設定不夠好 後期就開始慢慢有 一些乏力的經驗 所以我都去想 前期 我又要 一些長期的計劃 令我可以 支援後期 但同一時間 也有一個很技巧 要 每一回合 因為轉盤的局勢 或者新開了外星人 又要去 有相應的 一個彈性 來回應 我都在想 這個位置 究竟他的 平衡會是怎樣的 我自己覺得 在這方面 我可能會再想試一下 或者看看 究竟他的走路的可能性 會是怎樣的 這個我有另一個看法 因為這款遊戲 即是我們平時玩EURO遊戲 很喜歡 就是 Mesimus 我們的 每一波 到最後 但其實這款遊戲 有很多事情 你今次不做 你下一次做都可以的 你是不會有 所謂的 所謂的 只要你把資源留待 下一個回合 可能是一個局勢更加的時候 你再更容易使用 所以我覺得 它是正確的 這款遊戲絕對是個技術 但是 它沒有有種 推廣越久 是越賺的位置 即是你這些卡 有時候 你是沒用 就沒有用 發費手手 在這一邊 賣拿費的資源 去做你要做的事 這樣才是 最令你得著的位 而且每一回合都會有配合人數加一的牌 當你第一個通過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那些牌裡面假張 就為客鄉用 那些牌就會越簡就越少 所以你早點叫通過 其實不是一個涉及一個 涉及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反而可以看更多牌 選擇你適合用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也是做到 還有我也想賺一下它的卡 一來就很漂亮 獨一無二 全部有提供文章 有不同的太空計劃 裡面全部都是不同的探測器等等 加起來我覺得它這個一卡多用 首先我覺得很清晰 你不會不知道它做了什麼 這個配合真的超讚 這個我近年玩BOOK裡面 最清楚和最… 本書籍是不需要再傳的 其實我有這個東西就放在那裡 這個是很難看的 這個非常好 講完所有技術 跟著這些Endgame Goals 所有Icon代表什麼 你的Match Action 是那個實質的Wording是怎樣做 全部都說好了 然後那些卡又很清晰 又會很大變化 雖然當然有些捉弄的問題 我們看到有些卡會比較強 因為可能它… 我想很多應該只有一張 所以有時候你抽到一些厲害 或者抽到一些廢物都沒辦法 遊戲本身的設計就是這樣 但我自己覺得都是很享受 因為卡很有彈性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變成不會每次都走著你 不會限死你的路 我覺得是很難看的 講到剛才William說 這遊戲我會覺得 絕對是偏向Tactical面向的一款遊戲 好看場上的局勢 包括這些訊號 是什麼狀態 你會不會搶尾刀 突然之間有人中了 不如就搶尾刀 去做每一個決定 我覺得這個位置的混亂 混亂得來又有些 大家要不停思考 在這麽混亂的情況之下 如何測試 在那個局勢中的最優格 我覺得我是很享受 整個遊戲的過程 而這個過程 從頭到尾的時候 因為局勢的轉變 和外星人的出現 令到這件事不停轉變 不停轉變 我會不停思考 不停思考 我會在這個宇宙探索的過程中 或者這樣說 他不會說 其實你不需要留意其他玩家 發生的事情 因為去到你之前 其實你都要去看 譬如剛才說的 訊號的變化 或者譬如 譬如他有 因為每一個星球 他都有不同的位置 即是如果原本 你想本身去落地的位置 咦 有人在場才落地 那你會不會馬上轉 或者有人馬上轉 或者突然跑去那個星球 為什麼要衝動 會有這些位置 會有這些位置 都令到你某程度上 要頗留意局勢發展 還有我想說 其實我感覺這遊戲 其實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機制 譬如舉例 訊號系統 剛才有說 可能是少少地控制 即是叫做系統 但其實同一時間 它是一個 叫做半合作的系統 因為譬如 我也試過 有些人 可以是這樣 看到你落地 我故意不幫你結束 然後你就要自己 很努力地自己 全部收集 它也有些誘因 第二顆給我兩分幾 我想這些位置 都令到 譬如剛才所說 譬如它有少少 譬如用卡駕駛 但它同一時間 又跑一些不同的 駕駛 各樣東西 我覺得它 都用了幾多不同的 方式 但它融合得也算不錯 我自己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 從玩完一次之後 我覺得最特別 我玩完一次之後 的規則是可以 內容 我玩完一次之後 去搞這遊戲 我覺得是舒服的 因為所有東西 都有些 所謂的合理 以及都很清楚 加上這張 對 解釋到所有東西 當你玩完一次 你對規則很清晰的時候 我覺得代表這遊戲 裡面的機制 機制可以融入主體 可以扣到主體 還有我覺得 都算是挺精… 不會有些 很精煉 很精煉 不會有些很多餘的東西 或者很令到你很難發生的東西 它所有的行動 都很清晰 而且不會令你覺得混亂 不會不知道在做什麼 唯一比較 跟普通的Yuro一樣 就是在你的程度 會發生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都會有些 你要想一下 這個祖先這個祖后 那些情況 那些位置有機會 會比較消路 不過我有一點 我想一點點是 挑得為一陣子 就是 我覺得它的後追 其實相對是挺困難的 如果 就是好像我說 比如前期 你可能一些資源 計劃得不好 或者你錯失了一些時機 你之後要追回 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因為它的回合數 可能只有五回合 而且它某些的位置 因為我們剛才研究過 譬如六月球 那個優惠 其實都很大 會影響後期的操作 如果它真的落後很多 或者是出現一些情況的時候 它會不會有些 叫做美加補償 或者是如何 我覺得它這個遊戲 其實是比較滾雪球 因為你 譬如機制是先跑到75分 你就可以優先 即是越早跑得高分 你就越早可以選定 你金色的end game milestone 變成你優先選 你的分數又會高些 你又可以有選擇權 變成越早去拿到些分 你就優勢會相對大些 即是跑前期 即是前期優勢會大 但這個我反而有兩個看法 就是因為你選擇完一個最高分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會有第二個選擇 就是選擇最高分 相對上比較難 即是當你過了第一個Mile Stone的時候 你無論如何都會有一塊 你是選擇最高分的那塊 絕大部分 這個時候別人選擇了一條分 你就說不要跑 你就選擇另一條分 我覺得在這個位置 那個滾雪球 我覺得在遊戲中 不算是特別明顯 因為你下月亮是即時取得分 我還有很多MGame的分 可以做 可以去計劃 不一定跟你去做同一件事 我覺得也很看情況 對 我也看情況 但我不會覺得滾到很明顯的類型遊戲 你說這個滾到很明顯的類型 我就不同意 賺了這麼多 不斷大家賺 那有什麼不好呢 我不是說不好 或者是挑剔的位置 其實因為它基本上 沒有一個Asymmetric的成分 在裡面 每個人的玩家 那塊球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升級的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升級的 12個 如果喜歡Asymmetric 覺得每個人有些特別能力 那這遊戲就完全做不到 它全部靠你自己 簡升什麼技能 決定自己跑什麼路 這樣的遊戲 另一件事 當然是卡遊戲 那當然就是卡的搜尋 例如你搜尋牌的 結尾的任務 跟你本身做開事 對不對 你搜尋得這麼巧 其實那裡就有個順風車 可能有幾分送給你 甚至你抽這些尺的東西 人家就可能拿一個資料 人家就拿幾分 這些都是一個 小小小小小的 加起來都會有一個 我想都有十幾二十分的 會有的 會有的 運氣的好和壞之間 這個你如果真的很注重 偏好Euro的玩家 這個你就可能留意一下 不過我是有Bias 因為我是一個美術玩家 無論是怎樣 Euro Game 我都覺得它的類型是會差一點 因為可能當我去玩它的時候 雖然剛才你說到 有什麼九星連珠 轉盤等等 但是我仍然 在我眼中就變成了 我就是怎樣去計算那條分 你一定對太空有意識 不好意思 我看到這個 就已經 我玩過這麼多太空風的遊戲 知不知道 Search of Planet XO 不是 你玩一個Living Earth 或者你從地球去到一個外星 你知不知道那一刻的時機 就真的稍順即逝 就是那個時機 你過了的話 就要等到不知幾分 整場下場 有多少火箭的原料 你才想到 譬如那個外星人 很興奮的 其實你也是擺一些 但是你覺得可以怎樣 如果你心目中好的 如果我想到的話 我會出席 我覺得做到這樣也算是這樣的 不過可能對於我來說 可能我自己是喜歡 可能Windows那種 我不知道 我感覺就是 我很體驗不到整個 我明白為什麼 有喝酒流程 那些東西 你有喝過酒 但是你沒有看過外星人 你上太會上太會上太會 你上太會上太會上太會 不是 我是不是很 我知道做這些東西 我知道那些東西是傳訊息 我知道外星人 然後要繼續收集資料 但我就沒有什麼感覺 但這個是很個人的 我也很個人的 我一般對太空風的遊戲 就很有熱衷 這個我也知道 很有熱衷 這個可以說 我在這麼多個太空風的遊戲 如果以Vimento來說 我會放在數一數二的為止 超高興的 我是喜歡太空 但我是喜歡 超高興的 我是喜歡Star Wars那些 拿把光劍 然後拿自己射射去 那些 第二種 我其實跟Andy差不多 始終它是 我自己覺得 起手的五張都挺決定性的 你起手抽到的 全部是四元三元 你什麼都做不到 只用來扔它 拿資源 就沒有那麼順 跟別人的開頭起 而且它沒有推備補償 所以一分 也有些決定性的位置 先到先得 例如你先下月球 或者你先搶單 這些位置一定會有影響 好 我們都說了很多 大家會推薦這個遊戲 給什麼類型的玩家 好 我先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 是一些我們說 比較現代的遊戲 它完全沒有那種 舊式的遊戲 那種很剪輪 那種 我覺得這個遊戲 不是很腳踏實地的遊戲 但是它又 在玩卡的遊戲 如果你喜歡 一些很堅定的遊戲 你喜歡有些計劃 可以計算得很盡 可以計算得很盡 這隻就不是那種的遊戲 就是要玩卡 要抽卡 然後一卡多用 我覺得是現代的遊戲 我一玩到中間 就想起Artonova 我就完全想起Artonova 因為那一類 就是有很多東西 不能計算 就是看菜吃飯 但是中間你又會有很多 莫名其妙 又突然有很多Combo 突然有很多東西 會跑出來 你又覺得中間有滿足感 如果這隻遊戲 真的要去煮的時候 可能每張卡 都有它所相應的價值 你會覺得 這張是神卡 不是不保持 即是你玩得很瘋 也可以玩得很瘋 也是一樣 如果你是一個偏外 如果是Tactical 短期策略 每個玩家很喜歡 這類型的遊戲 這隻是絕對會適合的 因為它真的中了 Tactical裡面 所有你喜歡的優越術 都會在裡面出現 我覺得它 如果你問我 其實它的學習測量 不算太高 一不說遊戲 它的遊戲的細節是很深的 但是它其實 所有東西都很清晰 所以就算 你問我自己本身 玩開輕鬆 我都回償到手 或者我都不計算 雖然未必會贏到 或者是越後 最初會有一點迷失 也是 第一次 第一次 因為我要去那裡 究竟我這些東西 怎樣去那裡 那種感覺 還有支援 最初是比較緊張 但是 因為它真的很清晰 我好像剛才說 這一張東西 基本上 你看完 就算 可能不是很專心聽Russell 之後又在那裡 發覺到 QK在射到某人 真的 好 今天我們介紹的遊戲 就是這個Satty 如果你也有玩過 歡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你玩過的感受 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分享影片 給其他玩家看 今集我們艾森 第一次介紹的遊戲 就是這個Satty 希望艾森C 玩下去的遊戲 繼續有這個高評價 這個水準 好 大家敬請留意 我們之後的其他集數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 讚、留言、分享 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待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 一起可以和你在Discord 聊天遊戲 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配合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